坦克打坦克需要几炮 今天的测试非常硬核 拉来一辆T72主战坦克 目标则是这辆报废的T72 通常坦克对轰 最有效的是金属射流破甲弹 与普通穿甲弹不同 金属射流破甲弹是一种化学弹药 发射后通过锥形装药的聚能原理 将高温高压的金属射流锯成一条线 使得内部压力集中于一点穿透装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破甲弹就已经被大量使用 几乎各国的坦克都配备了这种弹药 下面就用这辆全副武装的T72 向这辆报废的T72先来三发 连续三发炮弹 让这辆已经报废的T72 更像是一堆废铁 第一发击中了坦克后部 金属射流将装甲穿出了一个洞 被击穿的装甲表面仍然有很高的温度 可见金属射流的威力 还有一发击中了履带 这个损坏程度坦克基本就趴窝了 击中炮塔的这发更为直观 造成一个看着不大的洞 但实际上这么大的洞 造成的伤害却是致命的 里面有人的话会全部打卡下班 接下来再把T72移动到目标的侧面 看看金属射流破甲弹 能不能贯穿目标的车身 又是连续三次开火 但效果没有刚才那么好 因为两发弹药被树木干扰 还没到达目标就提前触发了引进 虽然炮弹击中了目标 但目标的损伤并不大 装甲虽然遭到了破坏 但并没有穿透 接下来再对正面装甲进行测试 坦克的正面是防御重点 尤其T72还采用了三层复合装甲 车体正面装甲后204毫米 耗塔正面后400毫米 金属射流破甲弹 能否击穿坦克正面装甲 把T72挪个位置 对准正面 再来一次 射击正面的效果非常震撼 包括T72的炮管都被干断了 很多人对坦克炮管没有概念 虽然被打断了 但一个人根本无法移动 可以想象得到炮弹的威力有多大 先来看正面装甲的情况 这个洞感觉像被融化了一样 建议毛哥弄个钢卷尺 不然每次测量深度都得拿树枝 看这个深度 应该是完全穿透了 再来看炮塔的情况 这个深不见底的小洞 足以能说明一切 厚重的装甲被金属射流彻底融化 这一大块铁打口锅应该不错 虽然坦克号称陆战之王 但如果要挨一发金属射流破甲弹 基本上都会凉凉